2006年马库斯彭蒂斯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巴西宇航员 当空间站运行到巴西上空时 马库斯看到了环境恶化的亚马逊河 深受触动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和储存温室气体的主要碳汇 但这个巨大的全球变暖天然防护区正遭受威胁 从2000年到2006年 仅巴西的热带雨林就减少了15.54万平方公里 回到地球后 马库斯成了国民英雄 如今作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亲善大使 它致力于建立全球首个生态州 向世界证明发展和环保是可以齐头并进的 罗赖马州位于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北部 总面积约为英格兰的两倍 是巴西最落后 人口最稀少的州 总人口不足50万 例如帮助各行业重新思考并采取创新措施 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 减少浪费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创造更多的绿色工作机会 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但马库斯却实现过不可能的梦想 第一次听我听说 这不是不可能 你会不会成为了一位秘密 这只是为了一位秘密 我变成了一位秘密 其实我变成了一位秘密 第一位秘密 我希望我的次航空会 在城市 不会像是蚤蚤的颜色 但是美丽的颜色 它们会融入与自然的自然